我們看第3 他說這個是圖一R 圖一中T跟R代表線路的一個單元 則T及R串連的IV曲線為甚麼 這個單元是電流跟電壓的關係 然後這兩個線路的話把它串連起來 這個串連起來的話這相當是個電阻 一個是線性的一個非線性 把它串連起來它有甚麼特性呢 通過兩個圓間的電流是一樣的 但是它電壓是相加 這個電壓加這個電壓等於最後的電壓 就是它的圖 串連的圖應該是電流一樣 然後電壓相加 這是V1 這個叫做1號 這叫2 V1加上V2 這是V2號 叫V 把這個圖過來 所以它畫出來有曲線的話 到達這一點的話 是把這條線把它平平過來 把他平衡過來 就一點一點相加 比如說在這裡的話就是這個 加零就是這一點 這個等於是這個加這個 把他補過來 把這通補過來 就變成這條直線 這條直線是讓他平行 只是從這裡位移了一段距離 什麼都把這 另外 其他地方的話 就是這個 V2加V 就把這個補過來 所以是等於這樣的曲線 這樣的曲線 所以就是這個 OFLE 所以這幾個的話 答案應該要選多少 應該要選ER OFLE OFLE 所以答案應該選ER